這個當然李正浩拿到這個 這個案子當然就是 檢蘇培那些市議會去調查的 說沒有人搞出來的嘛 這柯文貴自己說 這個會議紀錄拿出來就好了 拿出來了 拿出來了 這兩個會議紀錄 叫那個什麼 便當會 差那麼多 這兩個會議紀錄看得出來 參與的人數非常少 從原來的五六個 搞到最後剩幾個人 剩下一個局長而已 然後呢 當你看到這個整個變化 開放了幾次嘛 就是說本來是合併 要拆開 拆開以後呢 拆開以後又合併 三個東西你可以A加B加C 你也可以A B C 你也可以A加B B加C C加A 總共有七種答案嘛 這個演變 你看出什麼端倪 北市哥跟金華城 有一個很像的一個地方 就是說這些開會 都會有市府裡面的都發局 專業這些人士去嘛 然後也會像是金華城 會有這個都審 有都委會嘛 但是他們有一個很大的一個 共通點是什麼 這個會議裡面大部分的專家 或是市府的公務員 都覺得不應該這麼做 結果最後就做出了 完全相反的這個決定 然後柯文哲之外裡面就有簽名 他們共通點就是在於是說 照理來講開會的這個會議的結論 應該跟過程是能夠結合的 過程間專家學者跟那些公務員都說 這不行 這個不能這樣拆 這個容積率不能這樣給 可是北市哥也是一樣的狀況嘛 現在已經變成說他這個開會 至少有無償以上 然後但是最後的話 突然產生的是說 把它拆成說T16 把它獨立出去 然後17 18不需要有 投資計畫輸就直接開標 所以才會有說 你是不是為了特定企業 為了星光量身訂做的一個問題 那柯文哲要證明自己的無罪 很簡單一個方法嘛 他公開所有錄音紀錄 證明的是說每一場會議 都有廠商反映說 是不是要拆成T16跟17 18 然後17 18有廠商也有反映說 他們覺得應該要放寬投資計畫輸 然後所有的專業人士 包括市府公務員都同意 柯文哲聆聽大家意見之後 從善如流 柯文哲就沒事 可是如果這會議就一出來 發現是說 這個都沒有專業人士 人越來越少啊 3月到4月人變越少 都是政務官啊 對啊 公務員都不見了 而且到4月的那一場的話 連都發局的人都不去啊 都發局長不去 對 都發局也不去 這個東西就是政策決策 就是政策的決策 是上級長官決策這一件事情的 所以沒有什麼專業或不專業的問題 就是我決定這件事情 金華城我們看到很多委員 比如說最近好多委員都被叫去 所以理論上 你如果說金華城那條 他成功是比較合理的 金華城他的會議紀錄很嚴重 包括裡面的高頂都說這個不行 他裡面都接近足智高 就是說都聲說不行 但是會議主席彭正聲說通過 你們吃了十幾個人開會 你們五個都說不行 其他都點點 市政會大家都點點你們五個說不行 聽完聽完各位的意見 本席才是照案通過 你們的意見呢 請這個規劃單位納入參考上會 我也可以主席的時候 你們五個說不行 我說既然委員有意見 這個案子啊 我們就下次再排位討論啦 上會 應該這樣 這就是主席人嘛 好 所以為什麼調查委員去 我說不加一塊 調查委員去就是說 過去彭正聲主席的會 如果有人反對 彭正聲都做什麼決定 彭正聲是每次只要有人反對都沒關係 反正沒有人反過還是會過 如果長期是這樣 那金華城就不是特立 那就可能是一個大家這個有默契的 那如果說以前彭正聲只要聽到有人反對 他心裡怕怕 他就說這個不能過 就下次再議 所以叫這位委員去 要叫他們說他們以前參加的時候 那個氛圍是怎樣 不然你叫這位委員去 委員的發言都在裡面 而且有些委員沒有去也被叫去嘛 那委員沒去也被叫去什麼意思 你問他說你怎麼不去 有沒有人打電話叫你不要去 對 或者是說 他說不然我今天就要好好上課 我不會去 什麼時候通知你的 對 我以前做高雄也是這樣嘛 很多管理政府要開會 會議通知啊 當天早上到 到19點要開 他叫你不用來沒關係 他叫你統帝嗎 有了 如果要叫你去的 老師 不是 這邊有三個時間 你看哪一個時間你沒有課 可以來 我有沒有課 市政府都知道 管市政府都知道 我課表都給他嘛 他說王老師這天不行 整個拜這天 這天不行 因為那天要叫王老師來 所以要拜這天 王老師有辦法來 還要問王老師那天是不是其他的費 都會這樣嘛 所以我跟你說 這一個備忘錄 你正要開採這個備忘錄 這是市政府的備忘錄 那個議會炒出來 這個備忘錄裡頭沒有阻止稿 沒有 關鍵是誰 關鍵是這一個 會議紀錄的人 我跟你講這會議紀錄的人 難道 這會議紀錄的人的關鍵是什麼 因為會議紀錄的人 就全程都在那邊嘛 他已經有錄音他 檢調到時候就問他說 你那個錄音 錄影存在哪裡 加拿出來 他如果說他刪掉了 哇 直接被收押 然後他的電腦直接會被查扣 那如果是說呢 刪掉是不是跟刪的時間也有關係 對 因為電腦紀錄會說你是什麼時候刪的嘛 如果他例行性一年刪一次 那OK 對 如果他是 最近 最近把他刪掉 而且只刪這兩場 那當然就是有鬼了嘛 所以說檢調一定就是會問那個記錄在裡面 對 包含沒出席的也會去問嘛 沒出席不是說你這個 沒有成就啦 你沒有開會 你為什麼前面沒有去開 是沒有通知你 沒有通知你嗎 還是你覺得怕怕的 還是練馬 還是你是時間來不及 他一定會去問那些原本有開會的人 突然間最後會沒出現 又有原因嘛 就跟彭正森那個金華城 他也會問彭正森嘛 前兩場你為什麼沒來 對啊 他說沒有通知我 第三場為什麼通知你 我不知道 我們市長是開會 就是有通知我們才去啊 沒通知我們幹嘛要去 搞不好是這樣 或者是彭正森說不對啊 他是有通知我 但是我覺得這個案子不行 所以我沒有去 這對人來問就在問這個啊 問這個有沒有符合常理 有沒有符合過去的這種慣例 忽然間出現特殊的事情 就代表有事了對不對 沒錯沒錯 好 結束妹 有 你跟我們說什麼 說這個給我吳欣營有關 當然啊 這關係很多 這個框框是市政府的程序啦 對黑色的是台北市政府 招標北市科的程序 會比較這個呢 下面的是柯文哲跟吳嘉的關係 然後上面是紅色的是 吳欣營在星光人獸任職的狀況 吳欣營跟星光的關係是紅的 對 柯文哲跟吳欣營的關係是藍的 對 然後是政府的是黑的 對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吳欣營擔任星光人獸的副總 大約是從20N年開始已經不可查了 但是可以知道的是 2019年的時候 他就是星光人獸的副總 結果呢你看喔 柯文哲在2019年的3月 柯文哲跑去星光人獸 跑去陽明山拜訪星光吳嘉 這件事情大家都還記得吧 那時候柯文哲 要去找吳欣營老闆 然後去陽明山的豪宅 還怕人吸到 又在這個仰德大道上面偷偷換車 才敢進去陽明山 才進去他家 為什麼要換車 此地五元三百兩啊 還被記者拍到啊 仰德大道四條要換車 是啊 所以他還把他的大車換小車 換成私家車才進去 進去之後 大家可以看喔 2019年10月31號 我們第一次招標 第一次招標那時候 就是三塊基地合併招標 然後要投資計畫書 然後權力金是比較高的 結果就流標 這樣我說啦 這說起來這樣太複雜 我們先看紅色跟黑色的關係 好 紅色就是吳欣營在星光開始 到星光結束 對 紅色嘛 這個紅色裡頭就是這整個案子 對 就是這整個案子都在吳欣營任內 對 沒錯吧 沒錯 這些程序 市政府這些程序 通通在吳欣營的任內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這些程序裡頭 穿插的這些是什麼 這是不分區的事情 對 就是為了 柯文哲去拜訪吳欣營他爸爸 然後柯文哲任吳欣營當不分區 對 被位立委 對 然後後來地補的立委 但是這個都已經完成了 對 可是我要講的喔 他吳欣營列不分區立委的時間點 是在2019年的11月 剛好就是在這個所謂的 被市科招標的整個程序 所以任命吳欣營擔任不分區立委 也就是AKA被位立委的時候 市北科就是在招租的過程當中嗎 不是 我們整個市北科 那我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一直沒有問 那柯文哲給他不分區 柯文哲又給他們這個案子的 不管是德標或者是開放變之門 給他給星光這些事情 又星光的公主來當不分區 那柯文哲得到什麼 得到什麼 這是重點 好 問題 我們也認為 而且你知道嗎 柯文哲得到什麼我們不知道 但我們知道台北市失去了什麼 我們建築了T17 T18 用41億給星光人壽用50年 然後金人寶 81億 同樣50年喔 金人寶81億 然後T17 T18給星光人壽40億 我知道 我現在的意思是說 我們按照邏輯來說 就是說我今天叫減輸票 譬如說減輸票上面說要選立委 我說減輸票你不要選 你不要選 不要選的當然就另外後面一句話 說你不要選 任何我和你走三天一定是這樣 不能說減輸票你來選 我又給你什麼 邏輯不通 一定是一贈一負嘛 就是說你賣你賣你收起東西 我補給你嘛 這個邏輯才會通嘛 什麼我叫你來做部分區 我又給你們家賺錢 我是怎樣 我有事情了 我有什麼做這些事情 我賺錢 所以就要說 我給你星光 你說北市客家 對 我給你爹 這個表案給你掛到後 我又給你們家的女兒做部分區 我又給你們總統做副手 但是 我不是這樣 對 你要給我什麼 你都賺就好 重點是檔時 你現在就找不到你 對啦 說的邏輯比較對 就是說奇怪 柯文哲到底叫星光這麼好 所以這星光的吳嘉應該說 市長 總統 對我們這麼照顧到 那應該還有什麼事情 這個當然就是 當然有人說這個貪污 有人說土利 貪污就要有錢 其實拿著好處跟貪污 你給別人賺得好處 叫做土利 你知道我們在調查這個案的時候 這個招商的廠商 委託的廠商跟我們講了一個案子 他說通常這個土地 尤其新開發的土地都有導引的效果 比如說信義區 信義區那時候 101型招標出去 去101之後 所有的廠商就群聚到那裡去了 對啊 沒有錯 對不對 那土地的價格就起來了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問那個廠商說 那你前兩次留標之後 你第三次為什麼三塊基地一起標 因為他們一直說T16 比較有那個產地 那個產業的火龍火車頭的引導效果 那你就邊標T16就好了 那我說那個東西 那當然是後面說話很多 你當然就找指標企業進來 蓋一個地標 其他就堆起來了 對 而且你知道廠商說什麼 他們原本建議的就是分開招標 不是 但是是市長的政策決策 當他合併招標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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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我有另外的情況 廠商有的希望大地 有的希望分開 有希望我要兩個 有的希望我要一個 每一個說法都不一樣 因為每一個 它的規法都不一樣 至於說為什麼有廠商現在跑出來說 不是 我們當時座談會的結論是什麼 我們座談會的結論是什麼 為什麼你跟市場實料幫我改 你借我們開門是在說什麼 你問我們說我們要大地 還是要剃這個小地 如果全部的人都說 我們哪有一間公司 我都吃那麼大 所以你把它剃這個小地 我們都拿到大廟 你如果真的要用一塊大地 代表你心裡有過 因為我們都沒有材料吃 我們都出這些錢而已 你要裝這些 我們沒有那麼多錢 整個人拿去大地 大家就解散了 都一定是要大地的 這也有防標的一種 這也有防標的一種 我如果說 我如果要大地 我會說要小地 如果你要用小地我沒有 因為那小地沒有效益 我要去雙子星 我要去什麼 所以這個策略上 有很多種組合 整個公司要說 問題是我現在說的重點是 如果廠商大部分都覺得是這樣 結果進到市場室 你敢改 那就是理智定的問題 除非是裡面什麼局長來說 報告市長 這個案子應該要怎樣怎樣 這個案子我們有去訪問過 其實最有可能投資的是誰 那他有給我們建議要怎樣怎樣 這時候你伺服你就要有警覺了 我是為了把它標出去 有潛在廠商 我會把它標出去 所以聽他的 但是我標出去的同時 另外那幾間 另外那幾間說 這樣我看好了 這時候如果這樣我沒要參加 因為這如果參加下去 標到也是災難的開始 因為你就沒要讓我們標了 但是會有這樣的一個限制階段 我們在看吧 不願意沒有真的 這麼角色 這樣可以變か 不然其實就已經成功了 但是不正問題 對我們才能那好 знаю 我屆斷 那這時候 我屆斷 很如今 就